這些項目零零傻傻 就是對保齡的老闆 要求要提支付命令的內容 要他支付44950塊 也就是44590塊 他一個打弄到上法院 再看他要不要支付 連那個保單的部分 他跟台北市政府講說 我是因為投資失敗 所以漏繳那個保費 他沒錢 連那2000塊 他都沒有辦法繳保費 但是他有錢去請這個王牌律師 顯然他比較願意把錢 花在律師費的身上 新一A13店的周姓廚師 因為18號到26號出國旅遊 因此由北車分店的 胡姓廚師來代班 不過也因為這段時間 跟中毒風波的時間點重疊 因此這名胡姓廚師 才會被帶回調查 今年25歲的他 大學畢業後 繼續留在台灣工作 怎麼也沒想到 好端端上班 卻成為保齡茶室 中毒風波市主之一 會不會覺得我原話 有需要說明嗎 深情憔悴走出地檢署 胡姓廚師到案後表示 食材都很正常 也都按照SOP烹飪 檢察官27號凌晨 指揮警方衛生局 及衛福部人員 到餐廳內查扣食材 以及監視器 其中負責人李仿宣 王新店長當場 被一證人身份約談 不過28號轉為被告後 和胡姓廚師都被限制出境出海 後續也朝違反食安法 過時致死 罪嫌偵辦 你今天有什麼話想說的嗎 有什麼想要跟受害者說的嗎 有想要道歉嗎 你的保險去年到期之後 為什麼沒有繼續投放 面對媒體問話之後 輕微點頭部多加回應 還一度約談不到 被法務局長痛批態度 反覆消極 保齡公司食品 以及公共意外責任顯 則在2023年10月就到期 李仿宣公稱 因為投資失敗 導致漏腳保單 外界質疑都沒有錢可以賠了 這一回卻找來王牌律師 劉少明來替他辯護 但他應該要為他 這幼稚的行為付出代價 但這個代價跟 假官所主張的185條 我想應該是有相當的差距 劉少明曾經是副少 尤翰寧的律師 這一回透過有人牽線 才接受李仿宣委任 有沒有可能因為檢警 再次約談被告而現身 外界畫上一個大問號 三令新聞 丁瑋傑 顧問 須陽欣宜 台北采放報導 昨天衛福部開了記者會 從第一名的死者 第一個死者身上檢驗到 台灣驗出了 第一例的米酵菌酸 那當然還是有很多疑點說 這個到底是不是原料的問題 還是食材的問題 還是醬料的問題 還是木耳的問題 哪裡有問題呢 請教一下益川哥 現在看起來老闆也有問題 怎麼樣呢 讓廚師待班九天 九天連續上班 現在大規模的採檢 進展到什麼樣的程度 對 早安完畢生說 因為第一位死者的這個檢體 裡面有檢驗出這個菌 米酵菌酸 這個菌 台灣因為沒有 所以台灣標準品不夠 都合格在彰化基督教醫院 有進那個東西 跟我說 這台灣沒檢驗 所以我們很多實驗室 就沒有進這個東西 所以早安 完畢生已經要求 譬如台大法醫研究所 他們一些驚嚴的單位說 緊鎮 緊鎮 因為這個已經承諾到十八、十九月了 這裡有去照他的每個都要檢驗 每個都要檢驗 是不是大家的身庫裡面都有這個東西 可是因為這個東西有半衰期 所以太多嚴可能就都衰退 都嚴不到了 好 那這一個今天看到這件事情呢 其實這個東西到底怎麼來 現在當然整體來看就是說 它炒這個東西 那個鍋裡面所有的東西都有可能 那些什麼過頭 一些倒來醬 因為那個廚師在刮的時候 它刮一刮 刮倒油、刮水、刮什麼就進去 那整個過程裡面 只要一刮一刮裡面都有可能 所以現在檢查 關教這個食藥署 疾管署 他們就開始 國家實驗室 開始去查這個東西 這速度一定要比較快 因為這事情 你看看 第一的 現在發生最早的是十九號 十九號 十九號距離距離很久了 十九號去吃到 所以 包括這一個餐廳這些東西 因為當時衛福部說 他們帶回了三十五件的 那個什麼東西回來了 對 前提 可是 已經過了很多天 就是說你帶三十五天 已經跟事發 已經又過兩三天了 所以當然台北市政府 第一時間 沒有去把那些東西都帶回來了 台北市政府 這當然就是你的問題 但是我們說這個青雄 這個負責人 其實現在他概念不是負責人 他叫做創辦人 創辦人 因為在中華民國制度裡面 這個公司的負責人 已經不是他了 他才算創辦 這個人也很特別 這個人做家庭生理 都缺人錢 可是缺的都沒有 什麼缺的 中豬敵俄可能做車 缺百幾萬 露營車缺萬幾塊 還有一個治安人 缺了幾千塊 那個星光 那百貨公司 也缺了幾萬塊 保險費 不夠落 保險費聽說不用一萬 不用一萬 不用一萬 他也放的 他也不夠落 四五千而已 所以這個人的個性就是說 反正我家的錢 這是一個爛人 什麼錢都給你欠 重點是 他一直欠 店一直開 威豐 台北車站上面的 威豐店也會開 你現在去那個網站 他本來是東區還要開一間 因為這百貨公司 上面這三月三十一號到期 他還要開另外一間 他就這樣繼續開下去 本來還要開喔 東區店 你想要上網打保齡 造船的第一個 第一個商店 叫做保齡 關號東區店 準備中 他本來就還要開了 再來 如果問他說 你這幾天 包的公司裡面 多少人來贈 多少天的消費資料 都沒辦法交代 是張阿波 台北市衛生局說 你如果沒來 要自己發三萬 我看這個衛生局 也很奇怪 他沒來發三萬 就對了 我就沒來 我就沒來 就是說 這樣的 當然 對公務人員 來講 他有一個比例原則 問題是 這個人 如果現在都沒錢 或是他要脫產 要怎麼樣 我們這個政府 也有一點強制作為 對不對 不然他的財產都走走 就要 人間要怎麼求償 再來就是說 他才要欠人錢 這次這個外籤 這個員工 那個廚師 說上班九天 說是從那個 威風店過去 到三天 這個廚師到底有執照嗎 還過勞 高康 這次 我現在聽起來 都很奇怪 就是說 你這個百費公司 這個樓館 這個付這個館 餐廳的 也都沒發言 百費公司也沒發言 你沒有保險 百費公司也沒發言 付這個館 這整個美食街 這間公司 也沒發言 都沒人發言 這間店繼續在用 會這樣我們認真去 百費公司吃東西 會怕 我想說這個大金包的公司 來這裡吃東西 應該很有保險 好 那現在這些保險 到底 到底怎麼處理 還有什麼 說還有一間店 沒人登陸 像台北市議員 叫說 他有一間沒有登陸 沒有登陸 我都查得到 臺北市衛生局查不到 你現在叫他查 保齡 你現在 這個觀眾 你打保齡 數十幾 總共五間 台北市議員 叫說 他裡面有一間沒登陸 我就都查得到 你台北市議員 現在說 他有一間沒登陸 你都沒辦法沒緊 事情拚了 你再說 他沒有登陸 原來他有另外那一間 莫名其妙 所以這整個案子看起來 台北市有很多行政上的蔬師 台北市政府這些事情 你如果沒配電到這樣 人家還會出事情 我跟你說 我們現在這樣說了 我請問 現在所有的台北市 百費公司 美食街要的店 哪有保險嗎 但是衛生局跟我們說 有保險嗎 你還告訴你 還有一間僑罪說 他有三個月沒登陸 每一個百費公司 拜託 你們 你們美食街 每一間店 有食品安全的保險 都快查查 叫大家把保險 都拿出來 不可以這樣 就這樣 去逛逛 去逛逛 人家再出事情 不知道又要什麼人出來搭 所以台北市衛生局 拜託你 因為我們一般民眾 跑去百貨公司 美食街 沒吃滷味噴 是因為你裡面有冷氣 你裡面衛生得好 你是百費公司 大家去那吃 你收貴了 感覺比較健康 感覺比較安全 但是如果這種東西 沒辦法給市民 在心理上 有這個保障的話 我想這些百貨公司 包括衛生局 大家都要負責 好 所以北市府 是不是皮繃得不夠緊 我們等一下再來討論 但剛剛有個最新消息 因為昨天衛福部 是在第一名死者的身上 驗出了米酵酸菌 但剛剛這個士林遞檢 也證實了第二名死者 身上也有驗出米酵酸菌 那怎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我們現在連線給 台大獨理學博士 陳嘉皇 博士在我們線上 好 請教博士 博士你好 大家好 好 我們請教一下 博士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大家就很擔心說 那因為台灣沒有出現過 這個米酵酸菌酸 那怎麼會出現呢 現在有專家說 是不是混入了台灣的生態鏈 那這個過程是什麼 後續可能會造成什麼樣的情況呢 確實今天這個一個情況 在這樣子的一個菌裡頭 就是所謂的唐酸菩克氏菌 那也是有提到 在台灣是相當少見的一個菌這樣子 那常見是在印尼或者是非洲 這樣子的一個地區這樣 那事實上確實我們也排除 是不是在原料部分 有可能透過這樣子來進入到台灣這樣 那當然還有一個條件就是 在這樣子的菌呢 它必須在適合的條件下 它才會去讓這個 我們先請這個博士等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 北市府現在正在召開記者會 保單理賠範圍之內 第四 我們所掌握的91筆消費記錄 目前也都已經上傳 所以也再次的呼籲民眾可以比對 如果有在這段期間到保齡用餐 那有生理不適即刻的跟我們聯繫 或是到醫療院所就醫 然後即刻的通報 接下來 關於裁發的部分 我們第一衛生局針對保齡在低時間 並沒有如實的告知有另外一家分店 我們依法裁發50萬 第二關於沒有保險的部分 我們裁發200萬 總共250萬依法開罰 另外衛生局也已經成立專家學者小組 在組成過程我們在聯繫 所以會包含包括感染 食安以及毒物營運的專家 另外今天 我們也已經啟動 從3月24號 我們即刻去現場積查 24號就是積查 到26號協同中央去積查 我們對於全市所有的百貨賣場 全面專案的機場 另外 我們在這一次 整個實續過程當中 3月24號 在新北市個案開案之後 通知中央以及台北市政府 一個共同的平台 獲知這個訊息 台北市政府即刻到現場去做機查 隔天也將機場的結果 上傳給中央 在26號我們接獲了 醫療院所 通知有三個案例 同時中央也在26號認定 是依照中央定的標準規定 符合食物中毒 所以 目前的時序 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 接下來 請 衛生局 就更細節的部分 最新進度 來向大家報告 各位市民朋友還有記者朋友先生 大家好 謝謝市長 那剛才市長 把那個我們相關的作為 還有目前的進展 已經做一個說明 那我這邊再進一步的補充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 目前在我們台北市醫療院所 剛剛講完差不多講了兩分鐘 也立刻來交給這個 台北市的衛生局長來說明 但是呢 因為昨天說 這個人要來不來 罰三萬塊錢 今天罰是比較重 這個漏爆分店罰五十萬 沒有保險罰兩百萬 那今天講完也說了 接下來百貨公司 要全面來做機查 那連續兩天來開記者會 那看起來呢 在今天 蔣市長應該皮有繃的比較緊一點 好 我們接下來呢 再繼續連線給博士陳佳皇 來告訴大家 博士在線上 好 博士我們剛剛延續到剛剛的話題 因為很多人會很好奇說 怎麼連第二粒都驗出這個米酵菌酸呢 那很多人說 這個致死率 可能達到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百 甚至會全身細胞失去能量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呢 是 對 這個毒素的話 它的作用的一個基準 主要是會去影響到我們 細胞能量的一個產出的情況 那就是我們人體需要能量的話 是透過細胞當中 用的立線體來產生能量 那這個能量呢 它透過一元串的一個作用呢 會產生所謂的ATP 那ATP它 我們簡單來去理解的話 它就像是能量貨幣這樣子 那它需要透過在立線體上面的一個 轉運煤去來將立線體 當中的ATP呢 送到細胞當中 那這個毒素的作用 就作用在這個轉運煤當中 等一下 博士 因為你非常專業 你可不可以說一些 就是我們聽得懂的話 就是它到底是 可能在整個細胞裡面 它會造成多嚴重的傷害呢 因為我們可能需要一些平民式的說法 好 是 好 那這樣子的一個毒性 它主要就是去讓這個細胞 它沒有辦法去讓這個能量呢 去運送到細胞當中去運用 所以呢 導致細胞它缺少能量 那細胞它沒有能量的話 它就會去運作 然後最終去讓細胞死掉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一些重疊患者 他出起的症狀 就是感到無力 無力這樣子 會感到無力 全身無力 是 那最終它 它的一個這個 在需要大量耗能的一些器官 像是肝臟 腎臟 它都是會最先受到一個影響的情況 所以才看到這些病患 它出現這樣所謂的肝衰竭的情況 這樣子 好 那請教博士 因為很多人說 很擔心會匯入這個台灣的生態鏈 那以後大家會講說 這樣的情況 難道沒有保存好 或什麼樣的條件之下 這種病菌發生 會變常態性嗎 事實上這樣子的一個病菌 它所產生的一個毒素 它是需要一些環境的條件 所導致的 那它適合生長 產生毒素的環境 大概就是在20到30度左右 那並且 pH值在中性的一個情況 那以及呢 它必須它的一個環境當中 是在高油的一個情況 那而且還是要是低鹽分的一個情況 能夠適合讓這樣子這個米酵菌酸 來去做分泌這樣子 好 是 對 那所以事實上 那是不是在過去比較少聽到 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毒素的產生 那是不是 就是缺少這些必要的條件 所造成的一個情況這樣子 好 所以博士你剛剛是說 一定要高油或者是 油水共存的情況之下 才會出現嘛 那今天就有醫生說啊 是不是熱菜放涼在冰是錯的呢 這一點怎麼看呢 事實上就是我們知道 在細菌它最容易滋生的一個溫度 就是在常溫 或者是30幾度的情況下 那所以當我們一個熱菜 大概在五六十度的一個過程當中 它事實上是不適合 這個細菌去滋生的一個情況 那當溫度 它逐漸去下降到常溫的一個情況 那這樣的條件是最有利於他們去 去這個繁殖增賞的一個情況 所以確實在目前認為 在盡早去將這樣的食品去做冷藏 所以我們的人體的食安健康 是最好的一個情況 好 謝謝博士接受我們的訪問 那請教大家親黃 因為剛剛就博士來講 看起來東西還是要冰啦 最好是這個 20度到30度 可能是比較容易發生的 所以大家就在討論說 那到底要怎麼樣 直接冷藏嗎 還是怎麼樣的情況之下 可能這樣的毒素會出現嘛 但重點來了 現在很擔心這個 保齡的問題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會不會求藏無門呢 但是因為我們昨天看到這個 有傳出這個保齡的老闆 找的律師 其實也是王牌律師耶 那剛剛益川哥不是說 那可能之前有一些欠債啊 那看起來是不是 北市府要怎麼樣處理呢 我覺得北市府現在 之前沒有找作為 現在要作為 其實就有點晚了 為什麼這樣講 來第一個先看 你先看這個保齡的老闆 他之前呢 對於這個付費的狀況 那不是傳出來說 他是有這個殘險的這個保單 到去年十月就到期了 然後就沒有往下付 舉計你知道他的保單 保費大概多少錢嗎 那個保費大概只有兩千塊而已喔 那連兩千塊都沒有付喔 那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剛剛前面阿川在講說說 你看他過去有很多付款的紀錄呢 是到最後這個很多人是受不了 然後對法院提出支付命令的要求 所以我們給大家看一下喔 這些下面零零傻傻 就是對保齡的老闆 要求要提支付命令的內容 那你知道要他提支付命令的內容 那你想說金額有多大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的金額 像這一個喔 因為保齡的老闆呢 之前在台中他是做旅行社 所以他有行銷公司有旅行社 那這是對保齡的老闆 當初對他的旅行社呢 提出的支付命令 要他支付四萬四千九百五十塊 也就是四萬四千五百九十塊 他你一個打弄到上法院 再看他要不要支付 那這一筆呢 是你看這個是另外一個也是對他旅行社 這是提八千九百九十塊 八千九百九十塊的金額呢 也是一樣搞到要法院付支付命令 所以你就是要這個老闆呢 對於這些相關的行為呢 他的狀況看起來都是處理 都是比較消極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你看連那個保單的部分呢 是台北市政府喔 你看是新聞出來了 台北市政府法務局終於去問他 問了之後呢 你知道多誇張 他跟台北市政府講說 我是因為投資失敗 所以呢 才沒漏腳那個保費 漏腳保費這件事情 你知道這個保險公司有打電話 請他繼續要繳呢 結果呢 但漏腳的意思是什麼 漏腳只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就我沒錢啊 所以我不繳啊 第二個投資失敗心情不好 所以我忘記繳 跟你說才幾千塊兩千多塊而已 所以兩千多塊 所以他也沒有繳 所以從去年的十一月開始 十一月十二月 一月二月三月五個月的時間 就你會發現去他店內用餐的消費者 就處於沒有保障的狀況喔 所以這個情況是第一個 讓大家看覺得優性的地方 那第二個呢 是你一樣會看到就是說 這個老闆喔 他的官網上面 其實還是有很多 旅行社的預約行程啊 然後對他這個餐飲的 這個預約 他的菜色送到府啦 這些東西都還在上面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個情況之下 那這個台北市政府 要對他求償難度是很高 連台北市政府自己都承認 但這個時間呢 為什麼剛剛前面有提到說 他沒錢 連那兩千塊 他都沒有辦法繳保費 但是他有錢去請這個王牌律師 用王牌律師四個字 是因為這位姓劉的律師 他在幾年前的時候 處理過一個超跑 就是一個富二代的這個超跑 就撞死人的案子 那個事情多嚴重耶 那個當時那個超跑的富二代 是什麼狀況 他是看著 開著藍寶接尼 然後到自強隧道 飆車飆到裡面去 那旁邊載的女朋友 就你知道時速飆超過一百公里喔 往前衝 然後結果呢 先撞到右邊的護欄 然後再撞到左邊的施工車 所以現場呢 他的女朋友往生 然後前面的施工工人往生 造成兩死三傷的意外 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都覺得說 哇 那你這個犯案的這個造勢 的當事人應該會被重判吧 你開超跑耶 死了兩個人 三個人受傷耶 而且事後呢 這個檢察官跟法官都認為 他沒有回憶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事後呢 人家在問到就是說 為什麼會出這種事情的時候 他的回答是 這個車子又老又差 你飆車撞死人 然後鬧出兩條人命 然後怪給車子說又老又差 那換作是當時 你想想看 輿論的氛圍會覺得能接受嗎 不能接受嘛 那檢察官怎麼會認為你有回憶 也認為你沒有回憶嘛 你自己的錯 你竟然怪給車子又老又差 可是你知道這個案子呢 一審的時候判他是兩年四個月 到了二審的時候呢 判他是一年兩個月 等於直接砍一半 那我請問你 這個律師 在這個案子打完之後 他會不會變成王牌律師 會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這個案子呢 他打完了之後呢 人家就認為說 這個律師至少看起來 我把他的那個刑度 直接少一半 然後後來跟幾個當事人 又達成和解 兩死三傷的意外 到最後一年兩個月 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 這個律師呢 竟然現在保林的老闆 是請到他來幫他打這個官司 那我問你 他的律師費 我問你他的律師費 會低於五萬塊嗎 不可能啊 你很貴啊 是嘛 兩千塊的保費要繳都有問題 但是呢 這超過五萬塊 甚至超過八萬塊以上的律師費呢 看起來他是願意出的嘛 所以這表示什麼 表示說 你還有錢 要一項一項在還的 你們到法院這個支付命令 開出來的時候再說啦 但是呢 要他去賠償這些人 我覺得他實際要賠償 能夠拿出來的真實的 財力 或是他主觀的意願 看起來大家都是打個問號的 至少從他找的這個 所謂的王牌律師來看呢 顯然他比較願意把錢 花在律師費的身上